台湾的北部山区命令2016年最冷的冬天 在过去这几天 事实上是整个北亚地区的冬季记录 都在打破过去的记录 这是称之为叫做极地涡旋的外溢 它冰冻了整个东北亚 包括中国 包括韩国 包括北亚 在当地的情况有如极地一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